这笔善款让当事人好感动 因为它是一笔私房钱 高雄有一名善心的男子 他瞒着太座 拿出了私藏的私房钱 寄信捐了两千块到派出所 希望远景能够转交给 他在新闻上看到需要帮助的妇人 在信上写着特别强调 千万避免打电话给他 以免怕他的太太不谅解的话会吵闹不休 这一份匿名的善心 让受惠的妇人真的非常感动 这份两千元的爱心捐款 让洪姓妇人满心感谢 因为中低收入户的他 一度遭到断水断电 当生活遇上了瓶颈 却有一名善心男子 拥有自己的私房钱 瞒着老婆大人来行善 有罪名说 怕太太知道 万一知道他捐钱 太太会骂他 应该是这样吧 紫西桥信封带上就写着请勿来电 如果太太听到会吵架 就了解这份两千元的善款 来自高雄男子加工出口区 根据推断 善心男子应该是上班的员工 虽然薪水有限 还得维持家计 但爱心确实不若人厚 如果是他自己的持有财产 现在这样这个社会情况下的话 两个人财产 他分别管理的话 其实我觉得不一定 真的需要经过另外一班同意 瞒着老婆大人的爱心 让不少远景 都想给这位善心人士一个赞 或许两千元的金额并不大 但助人的心意诚可贵 记者马亦文 吴国珍高雄报道